是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1年的Ti10的比赛 老干爹对战QC 这个是小组赛BOR的第一场 也是老干爹在本届比赛当中的第一场比赛 感谢冷场乌鸦的5个比克拉 还有大鲁鱼 邪王真眼永远最强大佬的冠军盾 还有733大佬的打call 谢谢老板 来看一下老干爹对战QC 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颁选 QC在北美赛区其实在近期的表现来说 也是相当的不错 尽管说北美赛区一直以来 就只有一个EG能够拿得出手 但是QC特别是我觉得 孙苗特的哥哥以瓦尔这个选手 还是在北美不断的努力 在这届比赛也是努力的进入到了Ti 证明了一下自己 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就是遇到老干爹 这届比赛应该说是夺冠最大的热门 没有之一的一个战队 那来看一下这辆比赛的阵容 老干爹拿出来的是中单的火猫 3号位狼人 1号位拿出来的是一个虚空 4-5号位是精灵和萨尔 QC的阵容则是大哥位的TB 中单的这辆比赛放了一个 PS3号位的沙王 4-5号位的大树和AA LOA的这个AA 开局 老干爹这边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三幅 感谢微信大佬打赏的50大赢 谢谢老板 看看这个已经许久没有上场打比赛的莫延啊 也不是刚刚吧 就是在上一个比赛结束以后 顺利的抵达了这个罗马尼亚 看看他这个最近的比赛状态调整的怎么样 下路这辆比赛是选择让狼人走到下路这边来战线 然后把萧瑟放到了上路 小精灵加萧瑟的虚空加上外队的萨尔 现在是在上路打了一波钢3 给上一个电 不过并没有去冲塔 因为萧瑟这边在只有一击 小精灵也只有一几 这哥几个伤害技能等于只有一个萨尔的这个电 所以这波要冲塔的话呢 不太科学 老干爹这场比赛 这要是配合虚空去钢3的话 这个套路还是蛮有意思的 火猫不好打老鹿吧 火猫不好打老鹿 看看莫延自己的状态怎么样吧 火猫这个英雄在最近的顶分天梯局里面来说的话呢 胜率是不低的 这一点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 火猫这个英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在路人局的胜率里面都属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一般 几乎没见过他在这个顶分路人局里面说胜率特别高 然后比较可靠就没有这种情况 几乎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火猫这个英雄他用好了以后 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声音非常大 下路费斯边这里选择是让他去跟对方进行一个EVR 也是充分的去发挥出来 狼人这个英雄现在裸支配这种打法 前期超强的一个混线能力 QC这边好像表示说热剑有些问题 要暂停调整一下 大家不着急 稍微等一会儿 TS这个英雄在前期打火猫 火猫其实是没什么脾气的 就是不管TS怎么加点 他都能打火猫 就是TS如果他是撕裂大帝和这个闪电对点的话 可以靠这两个技能 尤其是靠闪电来把这个盾给你磨掉 如果他前期选择的是T加上这个 就是撕裂大帝和恶魔吃令对点的话 恶魔吃令是个物理伤害 当目前为止火猫的补刀并没有落后 声明整个的一个个人比赛状态调整的还是相当的不错 从另一个窜片来说的话 也是对方这个TS能明显感觉到 在对线基本功上是不如这个火猫的 感谢爱吃鱼大佬的洒花 还有各位大佬的冠军盾 恶魔吃令现在恶魔吃令改纯粹了 对对对我忘了 他改纯粹了 是好像就是最近某个版本改的 我忘记了 我说完了这个 其实我说完物理伤害以后 我当时就在想 因为印象当中是改纯粹了 但是记不住是哪个版本改的了 我说完 TS20-4火猫18-2虚空在上路的一个发育还是很不错的 对方的tb目前是15-4跟这个虚空的发育情况差不多 有意思的是两边的三号位发育情况现在也还都是接近 这个接近的话 那就是其实是老干爹在游戏的前期 这个对线应该说就已经占到便宜了 因为其实他们一个阵容前期对线是很弱的一个对线 真的是很弱很弱很弱的一个对线 QC的这个对线的话 那tb这条线虽然不会太强 但是基本能保证自己的发育 剩下两路应该都是优势的 但是这个优势没打出来 让IG通过一个前期的钢三运营 然后吸引你的分路进行一个改变 然后自己在游戏的前期并没有落后 萧萨这个地方人肉过来封一波野 4分钟都是人肉跑回来封一波野 上路在那个小野点 封野的眼其实两边已经是进行过一波互换了 在互换了以后呢 老格尼这边没有继续去跟对方拼这个针眼封野 而是让萧萨自己走过去以后人肉封了一波 那现在KK7KK大佬的比克拉 啊 看来吧 Radiant's courier just got killed 我猫打拉希克压力比较大的是在这个拉希克6级以后 哎 这个地方小精灵这是没有再继续追了 这里连着的一个狼回来以后呢 追着一玩二的TV再去打一波 心情这个小精灵前期 宝配合这个狼人拉着这个精灵狼上去搞事情 这个有点意思 而且从操作的这个统一性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应该是开了操作共享 这应该是开了操作共享 然后让小精灵自己去控制这个精灵狼 中路这个地方火猫想要单杀对方TS6成功 被支援过来的LOA这个A给击杀掉 哎呦 喝 可以的呀 慕斯斯这边居然是也买了一个这个语音 然后用来嘲讽一下中国队 有点意思啊 这边TS6级过来去帮着TV过来打一波这个大野 主要的钱还是留给这个TV去刷了 这个TS也是有意的去关闭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大招 两个人都发了慕斯斯的大树先发的 然后才是莫言发的 经济方面来看的话火猫目前倒是没有落后 六个大哥位里面反而是 克因的这个TS的经济是六个大哥位的最后一名 第一名呢现在在不停的更换 暂时来看的话 沙王TV火猫狼人虚空这几个人的经济基本是持平的 TS稍稍落后一点点 酱油位的经济的话两名差距也不大 感谢梧桐大佬的30个打扣 谢谢老板 下路里边虚空交了一个大招 但是第一目标找的是对方的AA 看一下狼人变狼出出 再接着追咬着对方的这个大树 小精灵则是控制着一个人马 然后呢踩一脚留住对方的TP TP现在是5G没有到6直接被咬死 另外一侧穆斯斯这个地方选择是在被对方看回来以后的一张TP回到家里边 还行 这波最终是被老干爹在下路抓死了两个人 虚空交了大招 狼人交了大招 老干爹选择是提前去进行了一波团战 小规模的一个团战 而且虚空这波是带着大招过来的 这波还是可以的 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Dyer's bottom tower is being chipped away 刚才的那个狼和那个 就是狼人的这些狼和他的这个支配的人马 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 不是狼人在控制 应该都是小精灵自己在控制的 狼人开了这共享单位 然后他去让这个小精灵自己去控制 这波小精灵连着一个人马踩一脚 但是没有跟输出跟上 这波虽然踩中了对方的AA 但是没有伤害 有点尴尬 狼人出支配 其实主要的作用是 他能去支配一个野怪加个光魂 你说这个野怪自己有多少输出 对于狼人来说不重要 支配这个东西 自己本身的属性 对于狼人来说也是很好的 而且这场比赛他选择是支配一个野怪 丢给小精灵 然后等于小精灵就变成了一个 这种小精灵自己变成了一个大哥配小精灵 通过一个支配吧 一个酱油小精灵变成一个大哥小精灵 火猫给人一个技能 人马接交踩 杀王穿刺 萨尔这个地方肯定是死了 临死不先选择是给了一个电 电到穆斯斯身上以后 TS跟过来去击杀心情 心情这个位置想连队友吗 没有 他这个地方是选择把人马先提前拉走 然后呢取消掉这个连线 再用连线想要把自己给拖走 不过这个时候的血量已经太低了 还是被对方的TS给击杀了 主要等级也太低了 才4G 这边打完以后人都入3比2 现在QC的经济是领先着1000加 老干爹这边这场比赛 现在虽然经济上落后 但是落后的很平均 大家谁都穷 这穷的最严重的 其实反而是这个萨尔 萨尔这边是有1200块钱 而对方520是1600块钱 关于单位共享控制这个东西 他其实不光是 他不光是这个刀台1就有的问题了 他是刀台1的这个搭载的平台 魔术3就有 经济争霸1也有 经济争霸 魔术争霸都有这个单位共享这个功能 这边这个中路一坦 因为对方的大树一直在修 所以推了好几波了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推掉 这波老干爹是纠集了三个人 狼人也在往后赶 这波这个中路一坦应该是推掉 还挣一点点血 再开个塔房 再拖一会儿时间 小精神就连着人马把对方的中路一坦给拿掉 心情的经济现在是排在四个酱油位里边最肥的一个 你还别说这个打法和思误有点意思 真的是有点意思 以前不就酱油买鸡吗 不是啊 以前DotaE的时候都是中单买鸡 谁要打中你就买一只鸡 然后开共享 虚空的经济现在已经是慢慢的反超了 反超到全场第一这个阶段 装备方面 这场比赛 虚空现在5600多块钱的总经济 出的是甲腿夹上封联 哎呦这个框大 框住了对方的一个大树 杀王自己走进来以后 外对这边要被秒 秒到了以后呢 穆斯斯的这个大树还扎一下 哎呦这个狼人 这个狼人打出来了一个暴击 把穆斯斯给咬死了 狼人的狼在狼人开变身以后是有暴击的 出了一个暴击把这个大树给咬死了 这样的话完成了一波一换一 一换一打完一看一地 没有一个是英雄 QC里边打的那天打的全是对面召唤生物 VS和后方都是辅助买机 那你玩的VS跟后方跟我玩的VS 后方不是一个平台吗 难道VS号方11 这我一路玩过来的都是中单买机开共享 啊 不太好事发生到Radiant's bottom tower Radiant's structures have been snow fortified 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Are those cracks in Dyer's top tower Dyer's bottom tower needs some help Dyer's bottom tower is being chipped away Radiant's middle tower shouldn't have to take this abuse It looks like Dyer fortified their structures Dyer'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Dyer's bottom tower is being chipped away 这边QC一波开物只撞到了一个小精灵 这个就 其实这种游走很亏 他们游走的时间蛮长的 实际上 感谢一波图位 感谢大佬的一波图位 虚空这边直接交大 但是好像杀不掉 又要被对方反 没有来得及换血 你别递回来 Mice 外队的这个游战骗士给的很精髓 本来大树已经是放个大招去救Mice的TB了 结果是被一个游战骗士直接钉回到TB 钉回到这个虚空身边的虚空把的A死 这个沉默跟控制接的还是相当漂亮的 是 伴依靠近的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精灵现在身上有3700块钱 从出装来看的话先做了一个项链 然后准备去出的是梅肯 这边又是抓到了对方的TP 然后再给上一个萨尔的框大 nice这波直接带走了 这波没有人能救他了 这边队友离得太远 再加上丽萨尔的框大伤害也是越来越高 看一下这里正好有一个真眼 正好有一个真眼接着咬 虚空过来以后呢 狼人变狼过来这里再给一个T 对方奎尔这里发现一直是有真眼 放弃了用隐身 直接开启技能准备反打 队友在掩护一下 萨尔大叔这里直接是想要去交大 但是好像没有用 被狼人追上了以后直接咬死 成功的掩护了奎尔在往回撤 但是拿孙子还在往上追 萨尔这里一个穿侧 带走了后排的外队 不过自己这个地方还跑不掉了 而且这边萨尔好像是在临死之间 给到了一个恶劲撇 是把萨尔给盯回去了 让自己的队友方便击杀 又是完成了一关一换二 老干爹现在人头数整体是7比6 团队经济方面是领先着1000加 虚空的经济暂时排在全场第一 现在从经济上来看的话 虚空这个英雄的刷钱能力 其实应该是远逊于TB的 但是现在TB的经济只排在全场的 并列第二位 而被虚空已经是领先了600多块钱 上路这块狼人被打虚空 一个大招直接钉住 开始输出对方的TS 但是一个人的伤害好像有点不太够 哦够啊 火猫跟上了以后一个污泉完成收尾 有时候虚空过来锁一下CD 小精灵的这个球是撞到了 对方的沙皇知道位置 撒一把粉 然后看一看这波再给上一个框 沙皇这里给上一个穿刺以后 虚空再给一个TC 虚空跳过来解一下伤害 接着追几个平A 拿到这个人头 完成大家特杀 这波打完了有人头数来到9比6 老干爹已经领先了2000加的一个团队经济 再加上这波断掉了对方23号位的一个节奏 刚才光靠虚空的输出确实不太够 最后补足输出的是TS 不是 补足输出的是这个火猫啊 补足了输出以后再击杀了对方的TS 而萨尔的框大给上以后 并没有能够有人输出跟上来 小精灵连过来救一下 外对这波没有死 狼人又是变狼 带着自己的召唤生物 上了一顿疯狂输出 虚空跳过来给人一个索CD 没有大狼人被反杀 火猫现在也没有状态了 对方的TP开始变身 打一波火猫这里直接扔一个魂 飞回去撞一下 然后再飞走 这波打完以后 现在人头数是9比7 TP在这波打完以后 经济已经是追平了虚空 虚空刚才这一波没有大招 在这个位置也没有刷钱 稍微有点尴尬 接下来就看IG里边的BKB了 这个老干涅里边的BKB了 老干涅需要 需要几个BKB来解决对方的这种魔法爆发和持续的空 对方的这种魔法爆发 Dyer'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对方的这种魔法爆发 对方 虚空跳过来以后 又框住对方的A 临死之前放了一个大招打到萧瑟身上 萧瑟这个地方在中了A打以后呢 选择是开了一个金花指环 把自己的血腥上线先拉上来 对方是咋样 任务山 老干涅这拨戴肉山的话 戴肉山盾就可以考虑推一推对方的中二塔了 火猫一个人在前面去开视野 然后呢自己剩四个队友在那打盾 小精灵这场比赛也是相当有钱 到现在为之有将近6000的一个经济 对方的酱油位只有3500最多 狼人的经济稍微差一点 但是可以接受 因为这种阵容的话 狼人主要就是一个光环怪 他的装备就是大支配 然后就是战鼓什么强袭之类的 这一系列的装备 这个关战的bug 系统bug真的是有点 对方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装备方面 对方的杀王这场比赛出了一个赤红奖 拉西克身上是雪晶石加挑战 PB的冰眼快出了 已经出了 分身冰眼 假腿 火猫现在是BKB雷锤 虚空BKB雷锤 夹上风脸 假腿还带盾 Dyar'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Dyar's bottom tower needs some help Dyar's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这波如果QC接了一个团的话 就白给了呀 这波随便打 两个大哥BKB 虚空手里边有大招 这随便冲里打 大树在后排直接被秒 A的大招挂上来以后 效果不错 挂到很多人 虚空大招开起来 强秒对方的TS 这个TS升一丝血 这个赤红甲救命了 看一下虚空选择 交了自己的游山盾 火猫再给无影拳 站起来以后 还没打掉对方的这个TS 这TS扛了好长时间 就还是被招卫生物给A死了 B死边这边是利用自己的招卫生物 追死对方的TS 这边还剩一个一丝血 都是AA AA被击杀掉 A这边最后是被火猫的 炎氧锁给捆死 不过TB这波赶到战场的时机 和位置相当完美 尽管这波团战 冷冻天是打赢了 但是对方的TB 其实没受影响 赶到战场以后的效果也不错 顺便还能再利用自己的变身 刷一会钱 由于虚空的变身 大招也已经交了 所以这一个TB没有变身的空挡 是没法抓的 时间是钱 我是说TS是装铁板了吗 刚才那波没打死TS 有几个原因 比较重要的有两个 一个是虚空没到20级 另外一个是沙王的持终点 这两个是最核心的问题 看一下这个A的大招 这个A的大招位置 给的这是个寂寞呀 萨尔这边大招 框加上一个大招留住 TS开始疯狂输出 对方TS 这块在疯狂的出 被动约 TS这块剩一丝血的情况下 沙王要大 但是虚空提前跳走 没有杀掉 萨尔这里又是一个框 留一下人 看看这一个TS TS还是没死 小精灵已经飞回去了 火猫绷一魂过来以后 先车上撞死一个 无影拳收掉一个 开BKP砍死一个 墨尔来到战场 直接一波三杀 这个其实就是 之前老干爹 在小八这个 替补中单的时候 我当时说的 老干爹在小八中单 和墨尔回到 这个老干爹以后的一个区别 回到了这个区别 就是老干爹这个队伍 他其实在墨尔在的时候 他的收割点是墨尔 他的收割点并不是萧瑟 他是墨尔在收割 但是呢 当这个墨尔不在的时候 小八他就要去承担一个开团的任务 然后收割的点就变成了萧瑟 但是萧瑟给他选的英雄 又不是那种特别适合收割的英雄 当时的老干爹这个比赛 打起来看着有一点点的别扭 就很大的原因是在这 哪个是苏妙的哥哥 苏妙的哥哥用的是 这是这场比赛的这个TB 火猫TC捆一下一刀两刀 在离死之间甩了一个大给狼猫炎身上 dier's middle tower isn't going to last long 火猫什么装备A人这么疼 火猫什么装备A人这么疼 火猫的装备就是一个法生双刀加上雷锤 他A人疼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对方的这个阵容除了TB以外 其他人的护甲普遍偏低 而且火猫的补影权附带伤害 所以这个东西打人会疼一些 破案 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回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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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